哈喽大家好 我身边呢 这台是PS5 但是把它放在电视旁边啊 这个白色的外壳确实太突兀了 所以说我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 索尼生产这个PS5的模具工厂 制造的一个黑色的外壳 下面给大家开箱看一看 打开以后呢 就是一个泡沫纸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这个PS5的外壳换成黑色的 好吧 虽然说现在官方没有这个授权的配件啊 但是因为它呢 就是原厂制造的 所以说它的品质和它的一些细节 包括它的整个模具 都是跟那个白色原厂的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准官方的产品 好吧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给PS5换身衣服 然后我的这个机器呢 是光驱版的 是没有硬盘的 所以我买的对应的呢 也是光驱版的这个壳子 两边都是一样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拆这个壳 这个位置有一个PS的一个logo 看到了吧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抬起这个角 使劲往上抠 抠起之后往回推 好 这块就已经取下来了 取下来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这面给它装上 ok 另一边 好 另一边也取下来咯 把它盖上 怎么样 现在呢 就变成了一台全黑的PS5了 外观还是蛮酷的 因为这个呢 虽然说是原厂制造的这个壳子 但是并不是索尼官方授权的产品 所以说这个位置的PS的logo 它就文有了 好吧 两面的话呢 都是纯黑的 然后这个吻合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现在我们把它放在电视那个位置 看一下它的整体的一个效果怎么样吧 好 现在我们准备开机 怎么样 你们感觉这个黑色的PS5 看着是不是挺酷的 好吧 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短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